草雞王騙銀行聚一聚了 狂刷6200萬 僅機場逮人 油油亮亮的草雞 是這位陶雞的金雞姆 他是一位更生人 登了十年苦勞 開店重生 上遍媒體版面傳遞正能量 不過骨子裡的壞 好像還沒根除 我們家一把白布林 然後你可以保機成功 我們希望可以吃到所有生意 在機場被緊急攔住 你看他穿名牌企鵝衣 背名牌包 很有錢的感覺 但這些都是用賬款買的 財力上有出現的缺口 而像地價錢裝 機簽了大筆的金錢 今年五月他想把烤雞生意做更大 借著錢還不了 就換個地方繼續借來還 像銀行來謊稱 說他中的統一發票一千萬 年收入三百多萬 銀行來授權後 持這兩張信用卡 來消費這些高價位的商品 屋內像個小型白貨公司 他拿著兩張無上線信用卡 短短一個月還刷6200多萬 想用低價轉手拼現金 銀行發現有意趕緊報警 他跟女友本來要落跑出境 及時被攔下 家裡搜出來的東西價值500多萬 剩下的5700萬去哪了還要再查 好不容易扭轉了黑道形象 這下有GG啦 土發中心台北報導